共产党现在在内部润出来的很多人的钱都放在了USDT 还有很多润出来的钱间接的投了黑石 那么现在战友们啊 为什么洗欧元重要 洗欧元就是希望大量的不愿意投资到美元的HDO的 让他们去进入洗欧元 而且洗欧元一开始的账号和存储账号应该成为有第三方监管 就这个钱没就不在你洗联储 在一个所有人信任的不敢来美国的钱 不敢进美元区的钱 百分之百一比一锚定稳定币 百分之百在第三方监管 就是七哥想动也动不了 就任何人想都会动不了 就在第三方银行 第三方银行监管 这是最最核心的 好正在做 为什么这么做 是吧 洗欧元一开始不接受HCN的交易 就是你在洗联储卖掉的HCN 不能会到不能拥有这个这个洗欧元 洗欧元只接受法币 你卖你是法币来换洗欧元 其他不接受 为什么就是给国内认出来的钱 给他一个通道 又怕国内认出来的钱 不相信这洗联储 不相信七哥 你们破产咋办呢 你动用了我钱咋办呢 好 我让你放心 洗欧元有第三方监管 而且监管的合同是公开的 任何情况下 洗联储不可以除了人家这个客户动这个钱 和这些客户拿洗欧元去买洗币 或买G系列 任何情况下的钱不能动 一比一锚定 所以说国内的人只要入股了洗欧元 钱汇到第三方的银行 他就拿到了钱包 下载了HP HP里面有他的洗欧元 这个时候洗欧元可以进去买HCN 但是你卖掉了HCN不能进洗欧元 一开始当一定的时间后 才允许HCN交易从洗欧元 为什么 因为现在如果允许卖掉HCN去洗欧元 你每个月的兑现的所谓的五千美金 还是一万美金 他就控制不住了 会影响币的价格 甚至影响使用HCN 所以我们要有几个月的缓冲期 让洗欧元只接受法币 然后要洗欧元上线在钱包里拥有 而且必须让洗欧元能买HCN 然后洗欧元一定成为代替 USDT USDC的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 稳定币 洗联储就要打造一个能代替 USDT USDC的洗欧元 叫HIMALAYA EURO 简称就叫H EURO 没有喜马拉雅的字 只有H EURO 咱简称洗欧元 那有多牛 咱走着看 USDT会被灭掉 USDC会灭掉 而且美国对数字货币极不友好 他就必须诞生一个像一个他这样的欧元 数字稳定币 而数字稳定币要求你必须有国家级的大银行 作为第三方受托行 才有人把大钱 你比如说王岐山 现在王岐山把钱汇进来是不可能的 汇到USDT、USDC不可能的 为什么 看到台湾的这个恶主法律了吗 那都是要把这钱给他查封的 他放USDT也能够查封 USDC查封 因为都是美元嘛 但是如果有一个数字欧元 但是在瑞士他不敢 那有政府管的 要在英国他也不敢 是吧 对不对 那在哪呢 王岐山要说在 在 那个什么国家 是吧 跟他友好的国家 他就敢 这我去了 对吧 因为这个钱他不会查封我的 也没有权利查封 是吧 我们就让王岐山已经洗白了的钱 干净的钱 安全的 像孟建柱的钱 能放在一起的 而且他用自己一个U盘 一个爱质配 就可以拥有的支付系统 他想 黄岐山手指头一巴了 给高先生一个亿 给冠军一巴了 一百个亿 哎就过去了 马上就可以了 啊 啊 就这么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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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